来自新加坡的闪电咖啡 无预警宣布退出台湾 这消息令不少人震惊 在台湾其实有不少人都有咖啡梦 我们来听专家的分析 往下请大量的倒牛奶 挑战一日咖啡师 想学拉花可不容易 去年三月YouTuber阿滴 才跟闪电咖啡拍影片 如今这品牌却也闪电关门 鲜明的红黄配色成了特色之一 来自新加坡的咖啡店 登台不到两年3月31号 传出无预警歇业的消息 在大门上也已经贴出 停止营业的公告 看看闪电咖啡主打APP订购 买了就走 今年8月来到台湾 现在行天宫附近开了手间店 接着大台北地区 一连拓展时间门市 但多数民众还是习惯用现金 这经营模式看来无法成功 他必须要把自己的APP 做成一个品牌的一个流量 其他就需要花费非常多的资金 再加上他又是要做 线下的一个咖啡厅 线下不管是租金押金 或者是设备装潢的一个费用 其实都有庞大的一个资金的压力 不止外国品牌想进攻台湾市场 不少台人都有咖啡梦 但咖啡店态患率高 想突破重围还是有难度 动作俐落泡咖啡 打奶泡温度时间得抓精准 爱心拉花才能成功 藏身在背头百年古厕的咖啡厅 来自于老板娘的一份梦想 我们不会比连锁咖啡厅 有那么大的资源 因为像进咖啡豆 它可能一次好几顿 那我们当然成本考量 可能一次一包两包 可能一箱几箱这样 成本一定会相对的 以人事费用 空间费用 所有费用都会增加 想创造咖啡店的可能性 但宣传资本同样比不过连锁店 业者走向特色化经营 锁定没有时间压力的消费者 要跟球快球便宜的连锁品牌 或超商做出最大区隔 这是张晓云 吴振宇台北采访报道